前不久 孟老师给大家分享过 Atas OS 这款专门为游戏优化的 简简温乐器系统 不过 Atas OS虽好 却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它的过度简简 会让一些软件无法运行 又比如它只能部署在 Win10 2H2上 无法更新 暂时也没有推出 Win11版本可选 那有没有其他 类似Atas OS的 简简游戏系统呢 今天这款Review OS 就是了 那话不多说 快来看这款系统 怎么样吧 实际上是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Review OS系统镜像 这是一切的基础 Review OS提供了Win10 和Win11两版本 并且都是最新的 你可以按需要选择 EARC 用来装系统 如果你的电脑进不去系统 也可以用PE来安装 这里我以EARC来做演示 那么按照国际管理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 快去看看吧 准备完之后 接下来是第一步 安装Review OS 确保下载下的EARC 和Review OS镜像 都在非系统盘 打开EARC 上方选择Review OS镜像 之后选择目标磁盘 会自动识别你的引导方式 点击开始安装 确认一下 确保被查 系统会自动完成安装 并进入桌面 之后会弹出一个框框 显示在优化设置 不要动它 稍等片刻 就能完成安装 那么到这里 Review OS就安装成功了 这里我仅演示的 在现有系统上重装Review OS 如果是全新安装 你可以制作一个PEU盘的安装 推荐使用FirePE 第二步 安装中文语言包 Review OS默认把中文语言给经典掉了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把它装回来 点击左脚开始 设置 找到Time and Language 左边Language 下边Add Language 在上面框里输入Chinese 选择中文 点击Next 稍等一下 把下边这个立即应用设置的框框勾上 点击Install 语言包会自动开始下载 并安装 完成后会让你注销一下 重新弹路桌面 系统就变成中文的了 这个作文语言包 可以覆盖我们日常大部分的应用 但也有一些没有被汉化到 比如命名提示符 就还是英文的 接下来来来来我对Review OS的看法 实验是资源占用 开机空载内存用了1.2G 比Atlas OS稍高一些 但大大低于原版系统 进程被精简了一大半 仅剩于54个 由于精简的动画效果 窗口打开速度非常快 其实在之前不说Atlas OS的时候 我就发现 针对系统的精简优化 更多的是 减轻系统本身对硬件的负载 把系统用掉的资源 腾出一些给游戏 并不能提升硬件性能造成的拼紧 Atlas OS和Review OS这类系统 对于吃CPU和内存的游戏 提升会比较明显 因为确确实实 它俩的占用被降低了 但现在的大部分游戏 显然是对显卡的要求 会更多一些 而系统本身对显卡的占用 又很少 所以精简系统带来的提升 很有限 不过对低配置 老电脑来说 安装这类系统 还是很友好的 Review OS相比于Atlas OS 所做的精简更少一些 虽然没有那么极限 但稳定性更好 另外 Review OS提供了ISO镜像 不再需要霍格握着环境 来安装也是一大优势 在安装完Review OS后 桌面上会出现一个 Review性Tool工具 你可以进一步对系统做优化设置 也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 Review OS知识更新 系统版本比Atlas OS更新一些 那么到这里 Review OS就讲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认为 它是Atlas OS 在网络访问部顺畅时的替代品 但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特性 那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沫尔斯 我们下期视频见